这个是飞银Q6给穿越机做的一个摄像机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主要哪些功能 开机 这里有四个按键 录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使用方法跟菜单 这个是模式键 拍照 录像 然后上下就是菜单 进入菜单设定 4K2.5K1440 1080P60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延时摄影 这是循环录像 这是上电自动录像 宽动态 这个是画面翻转 就是 当你倒着来拍的时候也是可以 这个是拍照的像素大脚炫的 这个是粘拍模式 这个是间隔拍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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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映像 这个是映像 这个是视频 视频的知识选择 这个是视频 视频的知识选择 这个是格式化 这个是时间的调整 现在是16.11.12.19分 这个是电压设定 就是可以看 AV 输出的时候可以 可以显示 外部的一个电池的电压 这个对于窗户机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是视角大小数 这个是外接USB自动开机的讯向 这个是陀螺仪的开关 这个是语言效忠的开关 要注意 语言效忠跟陀螺 也不能同时开启 开了其中一个 另外一刻 就会自动关闭 这是光源频率 好 TB模式 要怎么关机呢 再按它 就会关机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两个灯有什么作用 在录像的时候 它会闪动 OK 这个就是 最近修理的简单技巧 好 好 好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